沈安安身上有种魔力 会让人觉得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放松 舒服 不需要任何防备 这些看似很简单 其实是最难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背叛之后 陈总见过了沈安安最耀眼的时刻 可是我可能见到他脆弱的时候更多一些 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某些时刻他的狼狈 还挺可爱的 林总是想靠这个 说服我智能而退啊 当然不是 陈总很有品味 也有自己的想法 谁能说服您呢 来 好好对安安 可别被我带到机会 今晚专门来找我的啊 我们不如来聊一聊 你最近为什么总去找沈安安 怎么 吃醋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离他远一点 这就奇怪了 咱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 尚且不过问彼此的私生活 现在算是什么都没有了 你这爪子伸得倒挺长啊 沈安现在 是我的人 怎么 你离开我之后不仅换了新工作 这取向也 他会是我将来的合伙人 所以离他远一点 任一鸣的前女友 任一鸣的前妻 我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女人我有点跟不上了 那还得感谢你啊 你教我呢 很多关系用好了也是一张牌 不对吧 那我和你不一样 找合伙人 一定要谨慎 如果双方都不付出真心 那很有可能被别人 从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套 我可不能再被捅到 对吧 来 都整理好了 好 好 来了 怎么样 今天 嗯 都准备好了 台本也都备好了 而且我昨天还在家试了一下 特别好吃 嗯 那我可就要期待喽 来 安安姐 好了 咱们就来了啊 好嘞 准备 来 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安的美好清晨节目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二十五分钟 给孩子做好草莓蛋糕 好 停一下 安安姐 对 咱是忘了台词了 对不起啊 再来一遍 好 没事 我们再来一遍啊 好 准备 来 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安的美好清晨节目 小哥 你怎么又在这儿等我呀 我不是盯着你啊 我就是担心你 你要不就别开了 成天熬这么晚 我没事 就是下班开着玩 一点都不累 你骗人 你最近黑眼圈都中了 老婆对不起啊 我以前就知道天天吃喝玩乐 跟你吵吵闹闹 一点都不努力 我也知道 要是真要孩子 花费可大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全部搞定的 那你也别太辛苦了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我要跟你一起扛的呀 你要相信你老公的实力 咱就别说大平层大别墅了 这三五年 我肯定给你和孩子买一个大三居 到时候咱们租一套住一套 这小日子过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鸣 十月今天会来吗 应该会吧 有什么事 陈总说十月确信太多 耽误工作 又给你找了一个新助力 叫徐可欣 已经在你办公室了 这挺好的 最近工作正好很多 你可真神啊 怎么美女都往你拿炸堆啊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咖啡来喽 加奶不加糖 谢谢啊 丁哥 我的荣幸 嗯 妹妹 中午我带你去公司附近吃点东西 公司旁边有很多好吃的吗 可多了 我请客 谢谢韦德哥 韦德 你不是一直在萎靡在伤感吗 怎么这么快好了 忘了你的十月妹妹了 过来 你怎么那壶不开提那壶啊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 我说嘛 我们部门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原来来了漂亮的小妹妹了 这又是咖啡又是甜点的 怎么没人给我送一份啊 任总监 哦 对了 一鸣哥 那个陈总说你回来之后 去了办公室一下 哦 任总监 你好 我叫徐可欣 是欣来的助理 嗯 你好 好 可欣 咱俩先锁个微信 好 正好啊 我带你去吃一下好吃的馆饭 你也是我们公司吗 要加个微信吗 不不不 不太方便 我先走了 哦 好 童梁啊 新来的助理你觉得还行吗 尽快帮她适应工作 没问题吧 哦 刚才见到了 没问题 好 你警告一下十月 她最近总是缺琴 迟到又早退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辞退她了 好 我会拯告她的 我最近在安安那儿买辆车 她变化非常大 真是让人 惊艳 又惊讶 听安安说 你们已经办完手续了 她现在状态非常好 你也需要赶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不要因为自己的私事影响客户 毕竟现在 你是公司的门面 还有 十月如果变得很麻烦 建议你遭遭打算 好 等熟悉了之后 接口工作你就接过去 好 大麦姐说任总监今天要出去见客户 我把客户资料都准备好了 需要注意的细节 我都贴上了便签纸 您看一下 嗯 做得很好 这样吧 你和我一起去见客户吧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收拾东西 走吧 我先出去 有事给我打电话